为了一步加强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管理工作 保障广大私生的出行安全 近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校园周边道路、校车、交通设施等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并在开学期间开启强有力的互学目式 开学前夕台山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校车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对校车、驾驶员、随车人员相关之质 车辆安全接备是否达标等问题进行全面检查 开学期间交警部门全景上路 提前组织警力在各个学校周边执勤护航 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管控 对重点路段包括学校门口进行疏道指挥 确保学校周边交通安全有罪畅通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交通连续着千家万户 安全系着万人心 交警提醒家长在做好监护职责的同时 要教育孩子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上学路上安全相伴 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